各位飞行禪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跟各位Poly 谈一下一个禪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这个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简易禪 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这个日本人叫做 Hero Sachiya 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 我也不是很清楚 翻译的人叫 司法正 刚才是一个出家人 那我是所以 我读过了上千本的这个禪的书 大概留下来的就是几本 景德禪敦路 武敦会员 无门关 碧岩路 大株惠海 等等 这些大概是禪中很重要的点击 我还留下来了 上百本吧 其他的通通都 送人的送人 这个丢掉的丢掉 因为 一般的禪 这本书的 我之所以会讲 这个会有兴趣在谈禪的意思是因为 这个人他的很多想法 也很突破 比如说 他把这个禪法叫做 不坐禪 就是说 一般我们讲禪就是打坐嘛 禪定就是要 要坐禪 就是打坐 这个打坐是 诸法共尊的 基本功 我虽然不主张大家打坐 但是 虽然提倡的是飞行禪 但是 打坐还是基本功 因为大家在听课的话 还是 盘坐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 这个人他就 他这个提出来的一个 一般这种书可能翻个两三页我就看不下去了 可是 他的破题是用一个 禅宗的公案 什么公案呢 他的名字叫 亲生与美女 其实 这就是 我们禅宗公案 最有名的那个叫 婆子烧鞍 婆子烧鞍是什么样一个公案呢 各位如果对禅宗公案不了解的话 我稍微 介绍一下 就是说有一对 母女 供养一个 出家人 给他盖了一个小 小庵 就是一个草棚 他在里面每天去送饭 给他吃 然后给他供养他三餐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出家人就是每天就不用出去画园了 在那边打坐 在那边 修行 那修行了三年之后 这个 老太太就想说 试验一下说 到底我们供养的这个 这个出家人到底他到什么道好 他怎么试呢 他叫他女儿 你去 坐他 坐他大腿上面 坐在这个出家人大腿上面 然后跟他调斗他 扶摸他 这个 各位听了不要害怕 因为这个禅宗的很多公案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有很多的公案的 这就是 最有趣的就是 这种有的人把他归类为蝉 就是狂蝉 就是他好像是 有道德 道德界限的那种 那个 黄灯 红灯区 让你 一下不小心就踩到那个 那个界限之外 但其实他这个都是有 他这个公案都是 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结果这个女儿长得很漂亮 他就坐在那个 那个 出家人的大腿上面 就问他说 师傅啊 你觉得怎么样啊 结果那师傅就 就讲了说 枯木 依寒盐 就说你像一块那个枯 枯朽的木头一样 我就像一个寒冷的石头 岩石一样 枯木 依寒盐 就是你是 你是这个枯木 靠到一个寒盐上面 三冬无暖意 就是说这样子 意思就是说 你没办法 挑逗到我 让我 会怎么样 结果这个 这女儿听到以后 她也不懂什么意思 她又回去跟她 跟她妈妈讲 老太太一听到说 她这样子回答之后 这反应很让人惊讶 她竟然说 这个 这个 这个使使使使秃驴啊 耗费了我 三年的粮食 结果就 就上山去 把这个 用棍子 打这个 邱家人把他赶走 然后一把火把他那个 那个茅草棚烧掉 这就叫做婆子烧鞍 好了 公案就是一个 一个命题 一个题目 接下来就是 如何解释 如果你去理解这个公案 他这个 他就引用了这个 这个 禅宗公案 禅宗公案 一般来讲 那个 禅盒子常常会讲说 1200 1200公案 就是 禅宗公案 就像唐氏300首 有300首 约有300首 禅宗的公案 一共大概有1200 200 则 公案 每一则公案 都很 都很精彩 当然最精彩的 就是 我们最喜欢的 讲的那几个 像 刚刚这个婆子烧鞍 是其中之一 他居然敢拿这个 争议很大的 这个公案 拿来 破题 我就觉得这个人 有点 胆势 我就接着就往下看 后来我往下看以后 发现到他还确实是 不错 他自称是一个日本的 科长级的上班族 他认为说 大家没有时间做禅 所以要用 要用这种修行方式 当然他也谈了 禅没有 标准答案 任何公案 没有标准答案 你怎么看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就是一水四溅 你各种的那种角度来看 都可能 你都是 可能是开悟者 因为你开悟的东西 跟人家不一样 就他这里也讲说 有些适合年轻人 有些适合老年人 有些适合中年人 有些适合上班族 有些什么 比如说我的飞行禅来讲 我不但要上根立志 我还要身心灵 都要最上层的人 简单讲 我这个就是领袖禅 你如果要当上那个 顶层的那个领导者的话 你必须要 自仁勇兼备 你才有资格 我已经在我的那个 总性制度里面 我也讲飞行禅总性制度里面 我已经 已经详细阐述过 那我的飞行禅是适合什么 适合你愿意把自己 放在 Leader Top Leader 上阶层的 高阶层的Leader 你才需要这样子的 比如说将领 军中的将领 比如说总经理 这个层级的人 他需要立即判断 立即 执行 而不容易发生错误的 这就是飞行禅的训练目标 那这边刚讲到那个婆子烧鞍 那婆子烧鞍它这个什么意思呢 难道说那个美女坐怀的时候 你就要 产生生生理反应吗 美女在爱抚你的时候 身体的时候你就要产生这个生理反应吗 那或者是 等等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 但他也提出了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 觉得也 挺有趣的 禅这个东西 禅宗公案里面都有那个 那些祖师 要他的那个地址开户之前 他都会逼他 把他逼到一个死角 白痴肝头更近一步 想说 一个一个一个长的竹竿 在一百尺的旗竿顶上 一百尺的旗竿顶上 你再进一步不是摔死了吗 就坠下来了吗 可是禅宗常常会讲说 悬崖撒手 绝后方疏 就是你从悬崖上面 跳下来 你就一直在腾空的状态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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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坠嘛 然后你突然觉悟了以后 你就醒了 而不是摔在地上摔成一滩肉泥 禅宗公案里面还有 还有很多 像比如说那个 丹霞天人禅师 丹霞批佛 他这边也有 也有 可以看到那个 南前斩猫 因为这个禅宗有一个最大的一个 一个 一个恶习 就是 卖关子 卖那种关子 而且 既然是 这个 言语道断 这个 不立文字 交外别传 可是 他又常常卖关子 这些卖关子 都在用在哪里 用在公案 拈提 拈提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的意思是说 我来 这个公案 我给他下断语 可是他下的断语呢 也是一个谜语 各个大师他下的断语 都是一些谜语 就是以谜解谜 谜更谜 所以你如果说城市不够的人 像比如说两个大师 马祖跟石头 两个人一个在江西 一个在湖南 所以 信徒 在马祖那边不能得到的 就跑到那个石头那边 石头西间 马祖道义 他们这 不是到江西 就是到湖南 所以叫做这个 走江湖 昭冈侯 台语昭冈侯 的 这个 句子的这个 来历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些信徒 走江湖才能够悟道 因为这个 这个师父不适合 就到那个师父 那个师父不适合 就到这个师父 所以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最后终于会 总有一个适合你的 就悟道 那那个 南权斩毛 南权 南权是一个 南权蒲苑禅师 他的 俗信姓王 所以在这个 禅宗公案里面常常会讲 王老师 怎么怎么样 而且讲到王老师 三个字的时候 都有点 转租 这个 这种 那种味道 在里面 一把抓过来说 来说你们说 说得出理由 我就饶了这只猫 说不出理由我就把这猫斩了 结果他的弟子通常吓坏了 所以都讲不出话了 讲不出话了 男权没有考虑 就一刀把那个猫的头给切成两段 这个在禅宗公案里面是争议最大的 因为他杀生嘛 然后那个吓得这个 他的弟子通常不敢讲话了 男权也自己也觉得灰头土脸 因为他这个剧烈的举动 没有引发大家开悟 他回到他方丈之后 他的弟子德山 德山宣建禅师回来了 那时候德山还没有开悟 还没有那个自立门户 德山回来的时候 那个因为他是他那个男权的大弟子 男权就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跟那个德山讲 德山听完之后 一语不发 把鞋子脱了 放在头顶上 然后往外走 往门外走 那那个男权就 男权 男权禅师就讲了一句话说 哎呀 如果当时你在的话 这个猫就留下一条命了 像这种的禅宗的公案 是很值得大家来 来好好的这个论辩一下 其实这个禅宗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是在公案 他禅宗没有什么经典可言 唯一的经典就是六十谈经 六十谈经是一个故事 而那个公案每个都很短 所以我曾经有想说 我把公案这一千两百则 通通用布袋戏的方式来演绎 演绎之后来讨论 一则一则的来讨论 可是能够深入进入讨论的境界的人不是很多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 就是丹霞天然禅师的批佛 丹霞天然禅师就路过他游方 经过一个寺庙晚上在那边挂单 就是在那边打监 注意晚上 天很冷 结果他办一餐厅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佛像 佛像是木头雕的嘛 把他从那个绳坛上拿下来之后 拿斧头批 然后烧柴 当柴火烧 结果那个小沙迷看到之后 吓坏了 马上跟那个住持讲 说那个游方的那个和尚 在这边挂单还不老实 还把我们的佛像给批 批了当柴烧 就住持一听到以后 这家大逆不道的家伙 赶快就 飞奔到这个禅堂里面 一看 那就问这个丹霞禅师说 你这是做什么 七十灭祖的 丹霞说 我在找 我在找佛在哪里 佛性在哪里 他说我批的那些木材 都没有佛性 所以我看看 我还要把罗汉拿下来再批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公案 丹霞批佛 那这些公案 他的行为 言行 都有一点异于常人 所以很多人叫这个叫做狂禅 就是发狂的狂禅 而这个禅宗里面最精彩的 这个公案 也就是狂禅 这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里面 有很多 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讲 我们只讲说 这个人还能够吸引我 来看一下说 禅的书 是让我觉得 引发我今天讲的这些 这些话 那最后我还是在 做一下我们自己的 本山 飞行禅 我们的飞行禅 飞行禅就是要 你的身体的状况很好 你不怕 这个不怕黑 不怕鬼 不怕死 这是我们的三法印 修行的三法印 能达到那个 就是我们飞行禅的 开悟境界 以上跟各位分享 从这个日本人 这个简易禅 所以不做禅 就是他不用做禅的 这个禅法 到 因为不管怎么样 禅不是思维的 也不是 更不是口头的 他超越言语 所以 请各位 如果有缘的话 直接来 来找我 飞行禅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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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